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消息 已经沉寂了多时的艾塔 再一次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巴斯克地区的企业家们 日前巴斯克的商人们陆续收到了来自艾塔的组织的恐吓信 这个聪明昭著的恐怖集团要求所有的巴斯克企业家向艾塔支付40万元赞助费 否则就会对他们采取行动 在艾塔的这封威吓信中 虽然并没有使用绑架暗杀等词汇 但是所有收到这封信的企业家全都是忧心忡忡 担心艾塔分子会对他们的人身和生意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在这封信中 艾塔分子要求所有的巴斯克和瓦拿拉地区的企业家 能够拿钱出来资助巴斯克的独立事业 艾塔还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能够用不联号的20欧元50欧元和100欧元的纸币进行支付 以免被警察发现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 艾塔的此次重新向巴斯克企业家进行敲诈 最主要的原因是该组织最近已经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当中 在西班牙政府宣布与艾塔进行和平谈判的时期 绝大部分的巴斯克企业家停止向该组织支付所谓的赞助费 这就造成了该组织的资金紧张 此外 艾塔组织在巴斯克地区的政党 巴塔苏纳党也被政府视为非法机构 不再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资助 这也加剧了财政上的困难 马德里消息 正在俄国道尔进行友好访问的西班牙第一首相德拉维加 今天在于俄国道尔总统克雷亚的会晤中透露 由于2005年大事之后 申请家庭团聚的外国移民数目激增 因此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收紧家庭团聚的条件问题 德拉维加指出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仅仅在西班牙生活的厄瓜多尔移民 他们申请家庭团聚的数目就激增了75% 德拉维加认为 如此快速的移民增长率已经超过了西班牙政府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 正因为这样 政府希望能够在未来收紧对移民申请家庭团聚的条件 以阻止越来越多的移民通过家庭团聚这个途径 大量涌入西班牙 从而给西班牙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 目前西班牙政府规定申请家庭团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 居留证已经满一年 而且第二张居留证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准 二 拥有一份至少未期一年的工作合约 并且申请者可以证明自己在西班牙至少再待一年 三 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家人 四 申请者必须拥有自由或者租来的住房 西班牙马德里消息 西班牙政府第一副首相德拉维加今天在厄瓜多尔首都基督宣布 西班牙政府刚刚与厄瓜多尔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份协议将允许西班牙政府向那些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俄瓜多尔移民提供经济补助 这项政策将被逐渐推广到其他国家的移民身上 根据德拉维加的解释 西班牙政府之所以推动这项资助在西班牙移民回国的政策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在西班牙的非法移民的数目巨增 鼓励这些在西班牙看不到任何前景的非法移民主动离开西班牙 政府的调查显示 有来自许多贫穷地区的国家的移民之所以长时间逗留在西班牙 主要原因是他们一贫如洗 根本买不起回国的机票 因此他们只能在西班牙靠苦力来维持生活 因此在西班牙待下去 现在西班牙政府推行这项奖励措施 将帮助这些买不起机票的移民能够顺利回到自己的国家 不过一些评论家表示 他们对于这项政策的有效性持有怀疑态度 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一旦进入西班牙 就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 绝大部分的移民认为在西班牙即便没有身份 生活的质量也要高于自己原先的国家 西班牙瓦伦西亚消息 最近一次的西班牙假冒伪劣商品的消费报告显示 瓦伦西亚自治区的居民是全国消费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多 消费假货的第二城市则是首都马德里的居民 瓦伦西亚消费假货最多 与大部分从中国进口来的假货 从瓦伦西亚港口进入西班牙市场有直接的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西班牙全国每年的假货消费量大约为两亿八千五百万欧元 占了全世界假货消费量的百分之零点二 每一名西班牙人平均每年在假货上花费五欧元 而他们所买的假货平均每一件的价格 为二十点六六欧元 目前西班牙国内对于假货的消费正在不断的增长 原因是由于房屋贷款的利息不断提高 西班牙人的负担越来越重 而其消费能力则相应减弱 因此越来越要想消费名牌产品的西班牙消费者 不得不选择假货来降低成本 你能做正常的东西 你能从家平均吸疏 你能帮你 当下限期望 我们在试炼啊 我们在试炼啊